大家好,我是你們的好朋友Shane V家升級房屋評分體系全球重放發布 這個體系是我們研究員獨家設計的一套 全放為綜合性的房屋評估體系 它擁有多維一體全面的評估策略 今天針對的是以投資為主要目標 以自住為次要目標的客群 我們今天推薦的樓盤 是位於深中通道的落腳店中山馬安島 牙居樂灣仔一號 我們推薦的戶型是98方 三房、兩房、兩廳 我們將同一個維度評估物業的價值 包括區為交通、房價的走勢、品牌、交付情況、物業 以及租金的獎幅、供應庫存、投資回報、去化流速、產品 以及目標的轉手客群多個維度去評估 另外我們亦會考慮自住的兩大屬性 包括性價比以及居住圈層 全面地告訴你為何這個物業值得投資 聽說這個樓盤近期又有大劈價 買到就是賺到 千萬不要錯過 那我們就一起出發吧 Hello 大家好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深中通道的落腳點馬鞍島的建設工地現場 它現在正在施工當中 我們所處的這個位置是它的外圍 暫時無法靠近拍攝 我們目前所在的位置距離上橋的點大概是1公里 距離等陣要去的樓盤大概是4公里 事實上我們等陣要去的樓盤 那居樂灣仔1號距離上橋的地方 開車大概是10至15分鐘的路程 即是十分之方便 深中通道我們一直都說的 其實它是作為深深高速的其中一部份 即是深圳至廣西深溪高速 深中通道的全場大概是24公里 設計的時速是100公里每小時 它的車道是雙向的白車道 將會在明年的6月份通車 馬鞍島作為珠江西岸 連通東岸深圳的橋頭堡和第一站 它的未來的人口和產業的發展潛力 都是十分之巨大的 未來將會承接十分之多深圳的產業 事實上在翠鏗新區這個大區 已經有的產業員十分之多 主要涉及的範圍 包括有健康醫藥 高端製造 以及信息技術等等 翠鏗新區作為整個大區 它還會去打造一個萬畝的產業員 等到明年的6月份深中通道通車之後 深中梁市政府還會每天安排 400台跨市穿梭巴士 真是十分之方便的 除了我們一直說的深中通道 在中山翠鏗新區 我們還會迎來南中城濟 南中城濟將會實現廣州市中心 直連中山翠鏗新區 項目大約會在2027年驗城通車 到時候就可以直接在中山翠鏗這邊 坐地鐵上廣州 所以它的區位和交通優勢 都十分之大 但是隔於項目距離落地 還有一定的事人 我們在區位方面的評分 是會給到十分的 在交通方面都會給出八分的 好 我們一起去項目的現場看看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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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我們都來到 今天我們要推薦的這個樓盤 是牙居樂灣仔一號 好 我們剛才已經在深中通道的 這個落腳點的建設地 去親身跟大家來講解了 它的這個樓盤的區域價值 和這個交通價值 我們現在就到了這個售樓部 我們就跟大家去講解 其他圍道的一個價值 我們就一起去看看吧 只要為你確定的 然後你去看 看到更多的呢 一定的交通 在末星期間 engagement 好 早安 然後 我回來 终于忙了半天了 我们就来到了牙居乐湾仔1号的售楼部现场了 刚才也跟大家展示了一下 售楼部外面的一些环境 我现在就站在它的驱位板块图的后面 针对我们刚才介绍的一些交通驱位的要素 我们也给出了基本的评分 我们针对这个板块图和大家进行一些讯息的补充 首先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这里 就是我们楼盘所在的一个位置 我们这个安道就是这个片区 它主要分为北部片区、中心片区及南部片区 我们的南部片区主要是一个中心商务区 所以它聚集了一些高端写字楼 以及一个即将要搬到这里的中心的码头 还有我们的一些高端的一些住宅小区 所以说整体的一个配套都是十分齐全 那说回我们的交通 首先我们这个马鞍岛最重要的一个交通三大要素 首先就是我们刚才去工地延长拍摄过这个深中通道 它预计就是明年的六月份会通车 到时候最快的就是27分钟可以直接开到深圳的保安机场 除了我们自驾出行之外 深中通道我刚才也说了 它两地的政府会每天去安排四百台的一个跨市的巴士 去到令大家方便通勤的 那它是我们的楼盘没有多远 也有一个公交车站可以去 让大家直接直通回深圳去 所以说上班通勤真的十分之方便 那说完其中一大梳流之后 我们再说另外一个重要的交通 就是我们的这个 中山港码头 目前现在中山港码头是这个地方 在靠近东区货博科法区那个地方 那之后大概是明年的年底 或者后年它就会搬迁到来这个位置 那到时候它大概是距离我们的项目部 900米左右 到时候我们是这个新的中山港码头 去到深圳的舍口30分钟 去香港中港城55分钟 所以说这个就是它的第二大交通的优势 第三大交通的优势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南中城制 亦全称南中珠城制 它就会在这个中山这边设置四个站点 其中一个就是在我们楼盘大概500米处 就有一个地铁站 就是翠康新区站 到时候无论你是去上廣州市区 或者是你要去下珠海 都是十分之方便 所以说我们有三大的交通要素去支撑 整一个片区的发展 所以说这个区位和交通的优势 就聚集在这里了 不过呢 我们就来讲讲这个整个沙盘的情况 我们目前所处的就是这个文化会所这里了 以后这个销售中心都会改造成一个文化会所 有一些健身器材等等 我们再来讲讲讲 我们再来讲讲一个版块 首先我们会看到这个有一个最高的一个建筑 它是我们这个版块的一个地标 叫做亚居乐金融中心 它又叫做北塔 这个片区呢 我刚才都跟大家讲了 会聚集一些高端写字楼 包括一些高端酒店的配套 中间这里是我们的一个翠亨生区亚居乐小学 这个学校预计是明年将会开学的 这一块就是亚居乐现在正在售的一期项目 那一片就是它的二期项目 那这个一期和二期的大部分楼都已经封了 那这个就是正在建的三期项目 那今天呢 要跟大家推荐的这个湾制一号呢 它的均价是去到一万五到两万元的 那回顾它的备案价刚开盘的时候 曾经是高达两万到两万二这样的一个水平的 所以现在扣入真的相当之抵的 那我们回顾一下中山历年来的一个房价水平 那马安岛呢它就利属我们的翠亨生区 翠亨生区至它这个板块 从开盘以来呢 从2020年它就已经值得到三万元每平方了 而到今年它的房价又回落到两万一左右 那有些的楼盘有些的户型都可以做到两万元以下了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推荐的这个户型呢 是98方的三房两厅两围的一个格局 那它的均价是可以去到一万八每方的 所以说真的好划算 就是买到就赚到 那看回我们一桥之甲的这个深圳前海先 它历年的房价水平 在早两年它的房价也都一度突破了十万元每平方 那所以就在今年的九月份 它的房价水平都是去到九万九每方的 那也是值得十万元了 那同时都是一桥之甲 将大家的一个心理和物理距离都明显地拉近了 所以说这个中山马安岛直接对标这个深圳前海 那你说中山马安岛是不是可以打造成中山前海呢 那它未来的一个房价走势 和它的一个发展前力都是不用小缺的 那我们在这个房价走势方面 同样是会给出十分的满分的 那说完它的房价走势的这个维度 我们再来讲讲交付情况这个维度 那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户型楼盘 它就是属于这个二期的 是二期四栋的其中一个户型 那这个维度的交付时间 就预计是2025年的8月27日将会交付的 那目前来看呢 我们对这个交付的情况 也都着出一个七分的评分 那预计如果后期它是可以实现 预期的一个交付的话 那我们都可以将这个分数提高的 那我们再去了解了解另外是关于品牌方面 和物业方面的一个维度的评分 在品牌这个维度 牙居乐作为开发商 它一直有着华南五小虎之一 永族债之王这些称号的 它的名声早已在外 同时牙居乐也都深更中山多年 在中山的火具 三角 翠鏗等都有开发项目 另外在2023年的上半年 牙居乐实现交付3.4万套 上半年同样实现了200亿的营收 在这个品牌的位置 我们将会比出8分 那为什么要扣除这2分呢 是因为2022年牙居乐陷入了一些债务风波 不过牙居乐依然十分之坚挺 一直到现在牙居乐依然保持着零毁约的记录 实属难得 所以说这个8分实至名归 在品牌的位置 我们也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讲解 说到品牌就不能不说它的物业 牙居乐作为开发商 一般来说它的物业 是使用自己的物业公司 就是牙生活 牙生活定位是中高端的物业 具有国家的一级物业之质 另外它是融合2023年 国家优质物业公司的Top 2 另外我们这个小区牙居乐团 它的物业费大概是3元一方 所以说这个又是比较优质的物业公司 又是有国家的一级资质 所以说3元一方 并且又要是一个心中同盛的地段 所以说它的性价比是十分之高 物业真的很划算 在物业这个围里 我们都可以给到十分的满分 接下来讲完这六大要素 我们就去实地去看看它的样板 具体分析它的产品 以及一些投资回报的具体要素 继续跟着我来探索 这个户型的其他投资的位置 我们就来到了样板间这边 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这个98方的三房两厅两位 透透告诉你 它可能还可以整成四房两厅 我们就一起去看看 我们就先跟大家来讲讲它的整体的一个 户型的布局 这里虽然是1801方 但到时候实地交付98方 和它的整体的布局是一样的 整体的感觉上是一致的 这里也会看到有三阶一房两厅两位 等一下我们就跟大家去解释一下整个的布局 其实动线上是十分之合理的 首先我们进户门 就是随房 然后这里有阳台 去到我们的两间客房 和卫生间 然后最后就进入我们的主人乐室 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正方形的阳台 所以说整个动线其实是十分之合理的 好 我们讲完这个户型的布局 我们再看看这个装修的一个交标 我们可以看到它全屋的照明灯具 也是一个交标标准 包括客厅、随房、卫生间和这些地砖 也是一个交标标准 还有幕式的地板 以及一些场面的图料都是交标标准 包括随房很多的这些厨具 还有它的地柜和顶柜 其中都是交标标准 我们具体进去和大家来讲讲吧 首先我们入户先来看看这个入户门 它是一个实木门 就是微心的品牌 也是全国实木门当中的十大木门品牌之一 也是比较厚实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它的木门的厚度 另外和大家讲讲它用的这个智能门锁 它就有四个功能 首先密码 然后就可以录卡 可以指纹和配合锁匙箱 对了 有四个基础功能 这个市面上同样的档次 同样的功能 大概是1500至2000元的一个市面的价格 对了 那我们讲完这个入户门 首先来到我们的随房 OK 那我们一进到随房 就看到这个 我们的一个设计 比较独特的一个中控 可以看到 一暗全开 我们就全光 对啊 你在拍的 一件全开 还有一些排气 排气才开 所以说也是比较智能的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交标必准 这个也是全屋的智能 总共的一部分 等会我们再跟大家讲讲其他部分 在厨房方面 这些的长砖 地砖 还有地柜 以及这一部分的顶柜 抽油烟机 造台 以及消毒柜 都是这个交标标准 对了 这个抽油烟机 以及造台 以及消毒柜 都是用方态这个品牌来的 也是比较中高端的 一档次的一个品牌 好像这个抽油烟机的 价钱都去到两至三千元左右 这样的 这个水槽是采用双槽的设计 以及可以看到 这个水龙头也是可以自己 这样靈活拉伸的一个水龙头 是做了这个设计 也是人性的 比较方便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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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公司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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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 wr0 另外 我们来到了客厅 首先看看这个小钟控 我们就可以看到 大的 我们召开 这个布置都是一个交表标准 钟控的品牌 是Lovine的一个法国品牌 也是比较中高端的一个智能家居品牌 我们再来看看 客厅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中控控制版面 比如说 我们现在要节能模式 OK 进入了节能模式 其实跟刚才的操作也是一样 场景有很多 到时候大家可以自主去选择 OK 对 这样先 OK 包括我们来到客厅这里 所有上面的吊灯 都是我们的一个交标的标准 这个照明上面的吊灯 不包括这些吊灯 不包括这些吊灯 来到客厅的话 交标的标准就包括这些地团 其实整体的感觉是比较阔落的 我们就来到了阳台这边 首先这个玻璃门 其实它推身也比较轻 它是采用单层的玻璃 可能在隔音方面会不太好 但它胜在比较便于推开 然后到了阳台这边 我们阳台的地砖和湖南 都是一个交标标准 不包括这些地阳板间设计的顶柜 如果我们收了楼后 不做这样的洗手台设计 其实整个阳台的长度 可以去到3米半 3米半 宽可以去到1米8 阳台的面积是赠送一半 所以赠送的面积是相当之大的 讲完阳台的交标和面积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房间的布置 这个是我们的过渡 这个又是一个智能的钟控 我们过渡开灯 OK 已经开了 在我的右边是我们的第一个黑房 黑房这边的话 它的交标是场面的这些图鸟 以及顶的油漆的图鸟 以及地板 整体的格局就是这样的 另外 这个房间其实是把这个飘窗 直接整成为这个床的位置 整体的格局看来会舒服很多 其实它的飘窗也是不计入面积的 所以大家到时候 如果布置装修的时候 可以考虑类似这种设计 可能会令整个房间的格局更加阔 每个房间都有 好 看完这个客房的交标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浴室 我们先打开浴室的灯 先打开浴室 我们先进来看看 首先我们一进来 就可以看到这个智能的玻璃镜 有一个开灯的功能 这个也是一个交标 它有一个中央的暖风 以及一件干燥 以及它采用的是OPPO的智能育胃系统 在洗手盘方面 它用的是FORLAC品牌的洗手盘 这个也是一个交标标准 它的档次也是比较高的 这个马桶就是采用五级旋风 它的档次就比较中端一些 看看我们这个洗凉的区间 首先我们可以看看干燥分离的玻璃门 它是采用三门的一个设计 因为其实三门来说 对很多家庭来说 它出入的空间更加阔落 有时候如果跟爸爸妈妈帮小朋友去洗澡 或者怎么样 它的空间也是更加方便我们进出 所以说是更加适合的一个设计 它采用的是Lens的一个品牌 这个造价三门的话 是去到1500到2000左右 它的临浴的配置 同样也是FORLAC品牌 这个是它交标 我们刚刚来到 我们直接 是我们直接 我们没有拍过那个 我们要兜一下其他 说完这个浴室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房间 这边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客房 它也有赠送了一个小飘窗 是这样的一个设计 它这个扬板间就设计成这种儿童房 给他小朋友去玩 学习 我们再来看看 就行到了我们的主人房 同样是有一个智能的钟控在这边 主人房的卫生间和客房的卫生间 其实布局是一样的 交标的标准也是一样的 不过这边应该阔落一点 整体大概就是这样 同样有三开门的一个设计 也是十分方便的 我们进去主人房看看 主人房的整体布局 就比较方正一些 包括这个赠送的大飘窗 它的距离是可以去到三米半 从这里去到那里 是可以赠送一个三米半的大飘窗 这个登据也是一些交标标准 就是这样 好了 讲完这么多房间 还有最后一个房间 你还没看过 不过它就是阳台 没错 就是现在我所处的 将来交付的时候 就是以阳台的认识来交付 阳板间这边也将它打造成一个小房间 它整体的长和宽 就是两米半乘两米半的一个格局 这样的话 相当于 如果你们到时候 是考虑要将阳台打造成房间 那你就相当于是98方 可以有四房两厅两位的一个格局 所以说十分之economic 十分之实位 好了 看完整个房间的装修和布局 我们也和大家来总结一下这个产品的特点 首先在优势上来说 98方可以做到高赠送 首先是三个房间的一个飘窗 另外还有一个三米半的大阳台的一半赠送 另外还有一个2.5x2.5的一个小阳台的赠送 这些就是高赠送 另外关于这个小阳台 我们还可以把它打造成一个小房间 98方我们就可以拥有一个四房 两厅两位的一个布局 在整个性价比上也是十分之高 另外就是它的一个动线的设计 也是比较合理的 第四个地方 它的装标在随房和胃肉方面 它的装标也是比较齐全 基本上一些厨具和肉胃都包含在里面 说完它的优势 我们也来说说它的一些不足的地方 首先说到装标 我们刚才也说到随房和胃肉 它的装标都是比较高的 但是其他地方的一些装标 就可能比较欠缺 房间、客厅、阳桌 它的装标就比较普通一些 另外在随房的细节位 比如说它的冰箱位 它的预留位置就不足够 放一个箱开门冰箱 对于一家三四口的家庭 或者和爷爷妈妈一起住 可能冰箱的容量 需要放大一些冰箱 它的位置可能就不足够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走廊的过度 可能整体会比较长 搞到一个房间的使用率 可能稍微会差一点 另外照明方面 它是配备到有顶灯的这种长的灯管形 但是它不会配备到吊灯的交标 还有房间内的插座的设计 都是采用一种定排式的 比较传统的一种排列方式 都是没有想到要交错一下位置 这样去设计 综合以上的这些优点和不足 我们对这个产品户型可以打出8分的分数 对了 从产品的围度 我们就全方位这样去讲解了 这个户型的一些优点和不足 我们也给出了一个相应的分数 说完产品自身的围度 我们从投资的属性回归它的价值本身 在租金的涨幅方面 这个片区的楼盘又有什么价值呢 事实上这个片区也正在建设当中 有很多的配套也正在建设当中 还有很多的楼盘都在交付 或者即将交付当中 很多人都并未居住入这个片区 我们可以去对标它的一个未来要对接的对象 就是深圳前海 目前深圳前海那边的租金水平又是怎样的呢 同样是这样的一个98方的一个面积 一个三房的设计 如果在前海那边它的租金水平 大约是会在70元至90元每平方每个月 计算98个方一个月大约都要7000至9000不等 这个水平再说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户型 这个户型的单价是到15000至17000不等的 这个户型总价来说是到150多万至170多万的区间 相当于说你在那边的深圳前海的租金 一个月大约几千大银的租金 可以买到这边的半个方 所以说未来等到深中通道 一旦通车之后 越来越多的产业和人口的转移 相信这边的租金水平涨幅都会水涨全高 在租金涨幅的这个围度 我们会考虑给出十分的一个门分 说完租金涨幅的这个围度 我们再说一说片区的供应库存 以及去化流畜这两个围度 首先说片区的供应库存 其实在马安岛上在售的一个新楼盘 其实是比较少的 只有两三个楼盘 目前剩下的货量也不是很充裕 另外 马安岛这个片区的一个规划的土地 用于纯住宅的地块 其实占比是十分之少 可以说住宅是十分之稀缺的土地 在这个区域来说 主要都是用于产业 或者商业 或者一些写字楼的建设 所以说 整体的结合土地的供应 以及目前推出新盘的一个库存 我们都可以从供应库存的围度 我们可以给出十分的一个门分 说到供应库存 我们都要提提去化流畜的围度 好了 看回过往的一些数据 这个板块的去化速度 是少于一年 基本上可以卖光了 可以周转得起身 所以说整体的 即使是在这样 楼市比较低迷的一个时期 它的流畜也是十分之快的 可见得板块的一个优势 以及受到大家的喜爱 所以在去化流畜的方面 我们都可以给出十分的一个门分 说完供应库存 去化流畜 我们再来看看 以后 我们作为投资客 我们买了这个物业之后 我们想要转手 未来这些目标的客群又会是怎样的组成呢 刚才和销售哥哥也沟通了 他说目前来这边置业的大部分都是深圳人 说明什么 其实已经有很多的深圳人留意到 他们觉得在这边居住 和平时去深圳那边上班 以后利用这个深中通道 可以实现十分之快的一个通勤 其实他们已经在此逐步 有一些深圳人已经是 由这个移居来这边的一个想法 我们都可以感觉到 未来我们这个物业转手的一个目标客群 应该大部分会是深圳人 或者是一些新进来的中山人 所以说他转手客群的这个围度上 我们可以给到十分的一个满分 好 说完以上的几大围度之后 我们回归投资住宅的本质 就是投资回报这方面 如何去评定这个板块 这个区位楼盘的一个户型 投资回报有多高呢 首先我们刚才也说到 在中山这个板块近几年的房价走势 在2020年它的房价走势 一直高达3万每方 现在虽然正值楼市比较低微的情况 它是回落到2万出头左右的一个水平 但是未来深中通道一旦建成通车 就是在未来还有不到两百日的时间 它就会将通车 目前深中产业也逐渐地在马安岛这个板块 在翠肯新区的这个板块逐步地落户 不断拥有新的产业在电机封订 另外介绍我们中山前三个季度的GDP增速 高达5.3% 其中工业的增长率是十分有明显的提升 相信等到我们深中通道也建成通车了之后 未来深中产业的合作一定会成为主流 结合我们刚才提到的房价走势 以及区域 交通 去发的流畜 遍区的供应库存等等的其他位度 我们再去评估投资回报的位度 我们可以给出十分的满分 因为整体的一个区域 一个板块的价值 大家也不言而喻 我们刚才也讲完所有的投资属性的围度 也将各个围度做了相应的评分 同样我们先头也介绍了 我们会考虑到居住属性的两大围度 就是性价比和居住的圈层 性价比这方面不用我多说 目前的单价是15000至17000枚 总价是150多万至17000多万的区间 可以买到在麻安道的 98有3加1房的一个户型 所以性价比这方面绝对是可以打门分的 另外在居住圈层这方面 刚才我们也介绍了 目前来说在麻安道这边置业的大部分 好像在亚居乐这个楼盘 大部分都是深圳人会过来置业的 以及未来还有越来越多的产业落地 有越来越多的人才引进的政策 心中产业的互相交流和利用 相信未来的一个居住圈层绝对不会低 我们也会将这个位度加上一分 最后的总分就是94分 本期我们已经将对这个物业以投资为主 自注为负的目标 进行了全方位综合性的打分 它的总体分数是94分 我们认为是十分值得投资去购买的一个户型 如果大家看到这个户型 千万不要错过 趁着现在低位快速入手 真是非常适合的一个价格 大约是150-170万 你就可以入手一套接近100方的 有4个房的一个户型 就是相当值得的在马安岛这边 如果大家看对的话 立刻去联系我们的同事 我们会有专人和大家对接 以下是我们的联系方式 大家快点出手 因为库存真的不多 记得WhatsApp我们 以上就是我们V加房屋评分的全部内容 下次再带大家去看看其他地方有什么想盘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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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晚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